我老婆就是说了一句话 我就瞬间决定一定要买这个了 因为这个真的为新手小白而准备的 只要你刚刚开始养花 一定要备上这样一瓶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佛山阿花匠 最近不是春暖花开吗 温度涨上来了 尤其是前两天还没下雨的时候 就那个到处都是涨得非常旺盛 当然了旺盛的背后呢 就是细菌以及虫子不断的繁衍 然后那天早上呢 刚好我就没时间 我就跟我老婆说 楼顶那颗月季有点白粉了 帮我喷一下 然后我就教了他怎么喷 我就告诉他用多少浓度的 然后呢 用多具零去喷 结果呢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3%是多少 是不是0.3 关于这个3% 把我吓了一跳 堂堂一个大学生 太恐怖了 我估计很多新手呢 也有这个疑问 以前我们养花经常说是 500分之一啊 1000分之一啊 2000分之一的比例去 稀释浓度 要喷的植物 但问题是很多新手小牌 连500分之一 或者是5% 或者3%呢 他都不会算 那怎么办呢 这样养花 这么高的浓度 或者是稀释 稀释之后变得那么低的浓度 最终有效吗 或者会不会烧伤我们的植物呢 这种新手小白养花就不能养了吗 不是的 所以他问完我这个问题之后呢 本来我在考虑要不要买这个东西 结果我就瞬间的决定要买了 为啥 因为这个为新手小牌设计 直接打开 就可以杀菌的药 专业人士啊 或者是农业的博主呢 今天这个视频就不要看下去了 因为这个对你们来说 你肯定又要喷我了 今天我这个视频是专门给那个新手小牌设计的 像我们养花的专业人士多半是会用这个 这个是有多菌磷 多菌磷是一种广埔的杀菌剂 广埔可能你不懂就是什么细菌都杀 好的细菌也杀 坏的细菌也杀 但是他的杀菌效果的确是很好 这个东西呢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几十年前呢就开始用多菌磷去杀菌了 刚开始制作出来是日本的 听说是日本 日本人是设计出来这个东西 这个几十年来都是这么杀菌的 无论是种菜种果树都是用 但是他的比例控制呢比较不好控制 因为多菌磷分为好几种 一种是粉状的 一种是这种乳状的 还有其他的那个东西 每一种植物包括苗期的植物 或者是成年期的植物 他都有不同的使用比例 所以很多新手小白呢 总是问我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 其实呢我们在家呢 如果您不懂啊 您也不知道百分之五或者百分之三 到底是多少浓度的话 那么您就不要搞这个东西 这是专为专业颜色而搞的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在那里说 不懂就大概啦 无所谓啦 但是有对于那些很固执的人来说呢 他是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的 结果呢把这里越弄了越头痛 结果最后呢 是连盆连花连蛋连盆连药 全部丢垃圾桶了 不养了以后就不养了 当然了过段时间他又会养 这是一种比较奇怪的性格 当然了新手也是正常的 那如果不能用 多菌磷不能用 包括钢蒙酸甲 多菌磷 或者其他的杀菌剂 不想用不喜欢用 那么您就用这个 这个新手小白专门设计的 对于我来说 这东西真的有点多余 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用多菌磷 或者是钢蒙酸甲 这个东西呢 它主要对细菌影响比较大 这是新型的免失一式的杀菌剂 然后有可以对付白粉病 嗅病 碳菌病 黑斑病 当然您不懂的话 您就认为 所有植物上面的细菌问题 都可以用它解决 把这些问题全部忽略掉了 反正它的作用只有一个 就是喷雾 三至五天一次 免稀释 直接打开就可以用了 比较均匀 当然了 描漆的时候尽量少用 最好是成年的时候用 然后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包我还没打开 来把它剪开 这个居然没有那个口 把它打开 这里面呢 就几样东西 这个说明书 不看也无所谓 反正你也看不懂 反正你也看不懂 一个喷壳 一瓶药 就是这个药 里面还有啥 没了 就空的 就这个 然后呢 把这个喷火 这个药打开 这有个盖子 把它拿掉 然后呢 拿把剪刀 捅一个洞 把盖子盖上 忘记一步 先摇一摇 因为有些药 它会沉在底下 摇一摇 摇均匀之后呢 重新把盖子打开 哦呦 滴了一点出来 把这个 摁下去 我都说这个 真的为新手设计的 留紧 留紧之后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 那个喷洒状的 那个标志 这里呢 是锁的 stock 啊 这是关闭的 现在目前是关闭状态 看到没有 把它调过来 扭一下 这样就可以喷木了 再扭了又是关 再扭又是喷木 懂了没有 就这样喷 如果你发现您家的植物呢 有细菌问题 就喷一下 直接打 来 注意啊 您在家种的比较密集的地方啊 就是这种地方啊 种了很多植物 一个垮喷里面密密麻麻的 这下面的这个位置呢 就特别容易有细菌问题了哈 本来今天不想示范了 因为下了雨 下了雨正常不让喷 最好呢 晴天之后才喷 停雨之后才喷 这里可以示范一下 你看 直接喷进去 按多几下 它了 你看这里就这个是前夜营 来这样喷 看到没有 起得一生啊啊 直接喷到植物树干 土壤里面 啊 这样喷就喷几下就可以了 就完事了 三天喷一次 气都没有 后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有没有毒物 我告诉你 我们在家用的那个 蚊香啊 以及各种喷雾的杀虫剂 都是有微毒的 它也一样 也有微毒 所以喷完之后呢 不能让小孩子搞 不能让小动物搞 喷完之后就可以了 最好在一个开放式的环境之下去喷 这样子安全多 专业的人士呢 肯定告诉你 在密闭环境的喷啊 我们在家里养花呢 不要搞那么危险的事情 直接喷完就完事了 大不了喷多几次 三天喷一次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复杂 啥细菌都喷一喷 完事 以后细菌问题了 你就这样搞 包括网上买回来的是裸根苗 那根不是裸露吗 要修剪吗 要上面有伤口吗 直接喷上去 完事 等它干燥了之后就可以移栽了 这个东西呢 我不能说它百分百了 能把所有的细菌搞定 但是绝对百分之百 适合新手小白啊 新手小白 养花以后呢 就不要用多菌磷了 你不懂 未必要搞得那么 自己那么复杂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山阿花匠 谢谢大家 拜拜